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旅行 本期节目由地产投资管理永恒地产赞助播出 前两期视频介绍的Rock City Gardens和Ruby Falls景点 都离田纳西州的Chattanooga市区非常近 大概十来分钟的车程 大家在周边玩玩,也不妨在Downtown转一转 今天给大家着重推荐两个地方 一个是Chattanooga River河边及附近的田纳西水族馆 另一个是出处火车酒店商业休闲区 田纳西的水族馆定然是没有咱们佐治亚的大了 但人家可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水族馆哦 当然也是美国最佳水族馆之一 田纳西水族馆有两个建筑组成 一个是淡水生物馆River Journey 一个是海洋生物馆Ocean Journey 同时还有介绍海洋生物的IMAX电影院 馆内路线和风格设计颇有调调 尿气恒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田纳西水族馆的旁边就是田纳西河 从水族馆也能观赏到美丽的河景 时间充裕的朋友不如骑上城里的共享单车 沿着河边骑行 颇为惬意 Bluffville Art District那侧还有画廊和雕塑公园可以易游 至于Chattanooga出处火车站 在美国内战前可是一个繁华车站 连接着贯穿田纳西州东部的蒸汽火车 现如今火车站早已废弃 只留下两辆古董列车陈列在园区中 但这里却建成了以出处酒店为中心的商业休闲区 既有Stir这样的美食餐厅 又有诸如密室逃脱的娱乐项目 还有在园区里弹唱的乐队姑娘们 Chattanooga这个城市非常休闲 许多游客来这里度假都是随便转转 在享用点美食的慢节奏 所以下期视频就专门给大家推荐几家 Chattanooga好吃的餐厅